一星期一本书 再忙也不忘记充电 各位好 我是主播亚男 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文章 标题叫 开错窗户的代价 看过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小女孩 因为不小心 打碎了一个心爱的花瓶 而伤心不已 她神色忧伤地望向窗外 这时 楼下的邻居 正在院子里埋葬 刚刚去世的小狗 看到这一幕 小女孩越发抑制不住 自己的悲伤 不禁泪流满面 祖父看到小女孩 这个样子 连忙把她叫到 另一个窗口前 窗外是祖父种的 颜色各异的玫瑰 祖父对小女孩说 孩子 你开错了窗户 你看 这些玫瑰 静香开放 多么美丽 就像我们生活中的 那些美好 听了祖父的话 小女孩若有所思 心情渐渐明朗起来 这个小女孩 就像生活当中的我们 有时候沉溺于忧伤情绪 而无法自拔 有时候执拗于某些东西 而失落不已 喜怒哀乐 悲欢离合 我们无法左右自己的境遇 但我们可以选择 自己的心态 就像赛米尔说的 世界如一面镜子 皱眉视之 她也皱眉看你 笑着对她 她也笑着看你 开什么样的窗 就好比我们在生活中 选择什么样的心情 坏的心情会摧毁人生 好的心情会重建人生 当我们能够跳出 情绪和环境的桎梏 给自己开善乐观的窗户 就会让生命中的幸福 越发明朗 金刚经有言 因无所助而生其心 意思是 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降伏自己的心 学会放下忧伤 保持心情愉悦 才是生活的磐石 在书中看到过 这样一个小故事 一天一位苦行者 去拜访佛陀 想要探寻 快乐生活的真谛 佛陀见苦行者 两手拿了两个花瓶 便对苦行者说 放下 于是苦行者 把左手上的花瓶放下了 佛陀又对她说 放下 苦行者听到佛陀的指示 又把右手的花瓶也放下了 然而 佛陀还是对苦行者说 放下 苦行者疑惑不解 反问道 我已经两手空空 没有什么可放下的了 您现在让我放下什么呢 佛陀说 我并没有叫你放下你的花瓶 我要你放下的是 身体上的重担和负累 还有心灵上的压力和忧愁 苦行者这才恍然大悟 明白了佛陀口中的 放下的道理 拜访佛陀后 欣然离去 仔细想想 我们身上的重担 心灵上的压力 又何止手上的两个花瓶呢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最难做的 就是放下 有多少人 在焦虑和失忆中 沦陷沉溺 痛苦不已 又有多少人 在遗憾和自责中 摇摆不定 疲惫不堪 在电影《第九天长》里 王丽云和刘耀军的孩子 溺水身亡 当年让王丽云去堕胎的 李海燕 觉得自己是个罪人 因为手术意外 王丽云永远失去了 做妈妈的机会 于是 李海燕后半生 一直沉浸在 自责和悔恨中 其实 王丽云和刘耀军夫妇 早就原谅了她 而李海燕 一直无法原谅自己 也无法放下自责 最后患癌症而死 人活一生 总会有不开心 和不如意的地方 也总是有 遗憾和惋惜的事情 一味沉溺于忧愁 只能是身心剧累 让心灵获得解脱 才能够获得洒脱 毕书敏曾经说过 人可能没有友情 没有自由 没有健康 没有金钱 但我们必须 拥有一份好心情 世上本无事 庸人自扰之 放下不开心 才能够尽心体会 微妙的美好 忘掉不如意 才能够安然享受 岁月的静好 一书曾写到 真正属于你的爱情 不会叫你痛苦 爱你的人 不会叫你患得患失 凡觉得辛苦 极是强求 对于不把你当回事的人 再多的爱 都只会是受伤 对于不珍惜你付出的人 再多的善 都只是徒劳 电视剧《余欢水》里 余欢水非常爱自己的妻子 下雨天 妻子一声令下 她就冒着瓢泼大雨 去见儿子 中秋节 本来是被单位罚大扫除 为了让妻子及老丈人开心 她说自己和单位同事 开庆祝会 余欢水甚至在得知 自己患了癌症时 依然维护妻子的利益 为了不耽误妻子 她决定离婚 还把房子留给妻子 自己净身出户 可是在妻子眼里 善意的谎言都只能够证明 丈夫是一个不求上庆的人 善良的给予 都只是作为丈夫 理所应当的 不管余欢水怎么解释 都无法改变 她在妻子眼中的负面形象 不管余欢水怎样消沉 妻子都没有想过 要帮助她走出人生困境 而当得知自己被误诊时 余欢水想要找前妻复婚 却发现前妻已经心有所属 直到心被刺痛 她才意识到 在这段婚姻里 妻子从一开始 就没有真正爱过她 想到电影《一天里》的台词 不要以灵魂知己的名义 去等不该等的人 去蹉跎不该蹉跎的青春 在不把你当回事的人眼中 你的所有善意和温暖 也都是自讨没趣 和自作多情 因为他们不在乎 因为他们不珍惜 知乎上有个提问 怎么样才能够放下 对一个人的执念 有个最高赞的回答 大部分的失望 都是高估了自己 在别人心里的位置 其实一切都是你的幻想 你在别人那里根本不重要 但你知道这一点 就能够放下错误的爱了 走着走着才明白 不是所有相遇 都能够被温柔以待 不是所有妥协 都能够被好好珍惜 既然不值得 又何必委屈自己 留不住的人 就学会放手 守不住的心 就学会死心 与其在不值得的人身上 享好光阴 不如去先后 懂得珍惜的人 会别错的 才能和对的相逢 柏拉图说 如果不幸福 不快乐 那就放手吧 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 轻易地放弃了 不该放弃的 却固执地坚持了 不该坚持的 如果得到了不想要的东西 就要及时丢弃 否则就会越陷越深 越走越错 有一天 甲乙两人徒步爬山 走过了一段崎岖的山路 两个人总算来到了 最后登顶的步梯 只见 望着看不到镜头的步梯 甲提翼 两个人打赌 看谁能够先攀上 最顶层的阶梯 输的一方 请银的一方 吃大餐 虽然姨已经筋疲力尽 但是为了这顿大餐 她还是答应的 就这样 两人开始 一步步向上攀登 当爬到两百步阶梯的时候 甲问姨 要回去 还是继续攀登 姨斩钉截铁地说 继续 两人又继续向上爬 到了四百步阶梯时 还是看不到镜头 甲又问姨 要回去 还是继续攀登 姨咬着牙说 开锅没有回头键 拼了 两人又爬了两百步 发现还是忘不到镜头 此后姨说 唉 我放弃了 两人垂头丧气地 从原路折返回去了 其实在最开始的两百步时 姨就已经打退堂鼓了 已经觉得 为了一顿饭不值了 只是觉得 放弃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这个事情告诉我们 比坚持更难的是懂得放弃 我们不愿意放弃 有时候呢 因为不甘心 已经付出了那么多的感情和努力 有时候因为不愿意舍弃 已经得到的回馈和奖赏 仔细想想 人生的很多悲剧 都来源于 犹豫不决和错误坚持 在犹豫不决中 错过了最好的时机 在错误坚持下 走上了崎岖迷途 用错工 爱错人 入错行 都是值得惋惜的事情 但是 及时止损 就是一件 值得庆幸的事 有句话呢 是这样说的 要学会选择 曾经的选择 决定了你的现在 如今的选择 更是决定了你的未来 人这辈子会遇到很多人 很多事 并不是所有的事都能够得偿所愿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恰逢其时 错误的事就不要再坚持 不对的人就不要再执着 即使止损 改变选择 才能够涅槃重生 人生海海中写道 没有完美的人生 不完美才是真正的人生 幸福的人生 不过是 从不完美的生活中 发现了美好 从不如意的境遇中 寻找宽慰 快乐的生活 也不过是做到一场断舍离 断掉消极悲伤的情绪 才能够接纳快乐的情绪 舍弃错误的人生道路 才能够找到正确的归途 离开不懂得珍惜的人 才能够遇到共度余生的人 泰格尔曾说 有一个夜晚 我烧毁了所有记忆 从此我的梦就透明了 有一个早晨 我扔掉了所有的昨天 从此我的脚步就轻盈了 人生之路慢慢 每一段或平坦或崎岖的道路 都要自己一步步去走 往事不可回首 岁月无法回头 不开心的事尽量放下 不把你当回事的人 趁早远离 不对的路 及时止损 愿我们都能够 坦然面对得失 悠然面对悲喜 抛出杂念 活在当下 为此才能够对得起 珍贵的一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